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商情 我是靳姐 带您来关注到今天的焦点 现今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已经是完成了 也是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大量的机遇 本届相交论坛也是着重讨论了大湾区建设 为香港台湾带来的商机和新的地位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中央的重视让整个大湾区充满了商机 本周三 湘江论坛在香港举行 以大湾区发展对港台企业界的机遇为主题 探讨和剖析了香港和台湾的经济新地位和发展机遇 南风集团主席梁锦松在论坛中致辞表示 相比一带一路 即人民币国际化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央给予香港最直接的机遇 而世界经济竞争是人才战 香港有税务 法律 医疗等多重优势 应负起为国家吸引人才的责任 与区内其他城市互利共赢 所以一般现在我跟朋友介绍 香港在整个湾区的定位 我们自治的定位 应该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的全球金融中心 跟人才中心 香港应该负起为国家吸引全球的人才的责任 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陈爽在论坛中表示 相信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会从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始 逐步实现市场一体化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发展 当谈及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时 他表示香港其实有不少优质的创新项目 例如由香港科技大学创立的大江无人机 这个创新在内地人人皆知 而在香港却未必有太多人知道 实际上香港的科技成果已经在内地转换 而只不过是如何在大湾区里面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 能够让这种科技的转换能够带来更直接 更有效 更快 更便捷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未来我们大湾区应当要做的一个事情 在现场 几位嘉宾还探讨了台湾在未来大湾区发展中的角色和机遇 梁锦松表示 台湾企业可利用粤港澳大湾区所搭建的平台 既强化其与国际接轨的能力 又能有效达成开发大陆市场的目标 在大湾区建设中 台湾不是旁观者 而是战略合作伙伴 本节《香江论坛》汇集了香港 台湾 内地 多位政商界人士 共同探讨了大湾区发展对于港台企业界带来的机遇 而在未来 大湾区将会在科技 金融 医疗 环保等方面实现各地共通 将各地优势融入到大湾区发展中来 亚太第一位是罗宇嘉 妙浩光 香港报道 好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香港财经评论员 曾圆仓博士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 曾博士 刚才这个新闻片当中有这个《香蕉论坛》 也是提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那关于这三个地方呢 本来大家认为是三个三地的竞争者 那现在把竞争者变成了合作者 相信可以提升一个综合的经济实力 但是现在好像我们似乎看到的是 三地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制度 合作制度 并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 所以就有人就说呢 好像是 已经远远看到门里面有很多这些经济的发展的机遇 就是有一道门槛 进也进不去 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个情况嘛 因为一国两制嘛 那一国两制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内地来看香港跟澳门 这个是属于境外 那境外就是有刚才你所说的进不去的这个问题 但是境外也有境外的这个优点 那也就是说境外呢 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上呢 它的自由度呢就比内地高很多 所以这方面呢就很多东西是可以合作的 然后境内境外实际上也只是人唯一的一个界限 实际上也有很多可以考虑变通的这个方法 就好像香港这个今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 就提出了这个核桃区要真的开工 核桃区今年破款这个200亿 要去搞这个开发这个土地平整啊这些东西 那也就是核桃区开工啊 那将来核桃区很可能呢 核桃区工作的人呢 会相当的这个灵活 很可能是有相当大量 来自这个内地的这个专才会在核桃区工作 您看啊在这个三地当中你也提到说 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像这个境外的很难走向境内的 但是境内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出得来吗 因为我们刚才说走不进去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出不出得来呢 只要属于这个大湾区的 那我相信大湾区会将来呢 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安排 那属于大湾区内的人呢 相当大的程度可以自由的这个流动 而且也可以这个在大湾区内呢 也可以这个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福利啊交易啊 都可以互相的这个支持合作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啊 其实对于香港来说 当然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了 也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金融市场 对于香港来说 它本身有很多的优势 但是它一定还会有一个它自己的短处 您怎么来看在这样一个组合当中 香港的一个地位 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金融嘛 那最大的这个弱势呢 就是香港过分这个依赖金融 那金融以外呢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 那相对于很多世界上很多地区 都在搞科技的发展 那香港呢就显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落后 所以在我相信在未来这个香港会在这方面呢 这个下多一点功夫 咱们说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其中有一个是澳 就是澳门方面 那我们看这个粤代表广东 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组合 再加上一个香港 那我们很少会说到这个澳门 其实澳门好像似乎在我们印象中 是一个比较小的一部分 但是澳门怎么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澳门的确是很小 澳门很小 澳门面积很小 人口也很少 才几十万人来嘛 但是澳门也的确确是一个世界上 这个一等益的这个旅游中心 娱乐中心 那相信澳门会继续发挥这方面的这个长住 而且也会把这个 他的这个旅游呢 扩大 也就是说不拼不拼只是靠赌场 而是赌场再加上各式各样的 这个娱乐 那使得整个澳门是成为真正的娱乐中心 而不是只是赌博 是我们看到现在澳门其实开发出了很多 类似像水上乐园这样的一些中心 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到澳门旅游 那另外再来说到这个香港的话呢 其实香港啊之前有一个自己的弊病 大家也会提到就是说 它这个经济结构太过单一化了 那再加上呢 它说这个传统支柱的产业竞争力呢 逐渐下降使得香港长远发展显露出了风险 那么这个陈茂波也曾经就说啊 如果不及早变革的话呢 未来数十年香港对于内地 以致国际地位都会大不如前了 那刚才您也提到说香港其实这个科创事业 真的是有所落后的 那您对香港之后的发展还有没有信心呢 那是有的 这个你看的跟香港这个面积啊 人口都比香港小而少的这个新加坡 它这个科技的发展水平相当高嘛 所以不代表着地方小就没有发展的这个余地 那主要还是政府愿不愿意去发展 那当然要开发这个新的一个行业 那政府一定要下功夫 一定要在税务上 在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这方面呢 那有一定的这个支持 那不然的话 那凭空讲这个鼓励鼓励 那随便于来冒险 因为这个创新的这个科技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行业嘛 那说说这个港汇 我们看到港汇呢 是连日继续开始转弱 甚至在之前是跌穿了这个7.84的水平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金管局总裁陈德林 那之前也是在网织上就说呢 其实好像似乎大家对于这个联系汇率制度呢 是有误解的 所以大家对这个理解是有错误的 而且呢金管局并非不愿意看到港汇走弱 您怎么来看最后港汇的走势 那我相信还是会借于这个7.85 跟这个7.75之间排位 那香港金管局有一百 百分之一百的人力 能够守得住这个7.85 那现在所谓左落实际上也没什么一回事 左落只不过是因为有一些人 他在自行一些所谓carry trade的这个游戏 什么是carry trade 那因为这个港元的这个利率这个低嘛 美元的利率高嘛 所以有些人就去借港元 那存在美国的这个户口 那收比较高的这个利率 那这个利率相差差不多百分之一 那是很不错的嘛 但是这些人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嘛 因为他现在是在港元比较弱的时候 去借港元存美元嘛 那借港元存美元呢 那一旦这个美元贬制 如果港元回强 从弱变成强 那港元升了 如果港元升百分之一 那就亏本了嘛 嗯 接着说到这个港元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港汇在走弱 所以对于很多人可能在 到国外去购物啊 或者是流血的话呢 好像哎 自己好像是有点吃亏了 好像间接的有一些加价了 但是对于这些人民币来说 对于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来说 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又有一个折扣在里面 咱们来看之后人民币的走势 港元走落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呢 就是刚才你所讲的 这个港元对美元本身 从这个7.75跟7.85之间 那降到这个7.83这个水平 这个是港元对美元的这个弱势 另外一方面是港元和美元挂钩 而美元贬值所带来的这个弱势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7.75高温7.85 这个息子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罢了 那真正使到人们感觉到港元走落 人民币走强呢 是因为这个美元的这个贬值 那美元贬值 美元对人民币贬值 那变成港元也对人民币贬值 那这种情况相信还会持继一段时间 好的 谢谢曾博士的分析 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